在不攜帶任何供養裝備的狀態下 單靠屏住呼吸的那一口氣 下潛到水面下 享受在無重力的狀態下 像人魚般盡情的遨游 在探索海洋的奧妙之處時 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適與寧靜 也讓我們更加認識自己的身體 原來一口氣可以讓你完成那麼多的事 在一次次的下潛過程 讓你更加勇敢的去嘗試你冒險 只要學會放鬆 你將可以享受他帶給你的美好 哈囉我是蓋伊 今天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一項令我為之著迷的運動 自由潛水 那今天也邀請到我的自由潛水教練 宇天 回復呼吸 I'm OK Good 哇 你好你好 宇天你是從綠島游過來是不是 沒有從小溜球游回來 冬天太冷了 對冬天太冷 小溜球比較適合 一年四季都可以下潛 沒錯 水清霞2 你沒有演我不看 今天呢請到我的自由潛水教練宇天 那我是在 去年 就是2021年的11月 同時花了一個禮拜去考了水費跟製淺兩張證照 那我發現其實這兩個項目真的非常不一樣 怎麼說 水費有點像我在考機車駕照 我只要把這台機車摸手 把這張駕照拿到 我可以 很好的操作這台機車 從A到B就OK了 製淺對我來說就有點像是馬拉松 它有點像是靠著自己的身體 然後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你要很瞭解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跟你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老師你覺得蓋衣形容會貼切不貼切 我覺得它形容蠻符合就是我自己 想的感覺 因為我也是覺得 考水費的感覺有點像是 你去上完然後你學會 如何操作這個裝備 就像剛剛講的像考駕照啊 學會你就會開車 但是後續的練習就是你要看你自己 那自由潛水的部分我覺得 比較像是運動的方面 就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的 水費比較偏向休閒的地方 我覺得自由潛水它比較偏向運動 是因為它是 需要靠自己的身體去運作 就會去了解自己的身體 就比較不是靠裝備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 貼近大海的感覺 會更接近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去下潛 我想問一下雨天教練 怎麼樣分辨 自潛跟水費 他們兩個其實最主要的差異在哪裡 水費潛水就是 普遍認知的潛水背著氣瓶還有裝備 就是潛下去 在過程當中我是可以呼吸的 待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像你一隻氣瓶OK的話就可以大概待 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狀況好的話 那自由潛水的話 就真的是應人而異 因為它是一項運動 在水下沒有做任何的呼吸 它就靠那口氣 然後快速的下潛到極限然後再回來 這樣 那你這樣一口氣可以下潛 我目前是下潛到四十幾米 對 四十幾米 如果是好的狀態 下是一分二十秒就會回來 但是因為是動態 所以會比較吃力一點 就會其實花蠻多力氣 對啊你不要想說 一分四十秒 反正我就下去上來 我憋氣可以憋個兩分鐘 我就有辦法 四十米這樣來回 但其實它有很多很困難的地方要注意 然後像我自己去年啊 去上的自由潛水課程就是A2 對 A2的課程 那想問一下以前就是 自由潛水它的證照有分哪些等級 以我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是AIDA系統的教練 自由潛水有分很多系統 那每個系統其實 就是分類的等級都會不一樣 那AIDA的話它是分成一二三四 該一上的AIDA2就是 算是比較初階的課程 AIDA1很多人就會很好奇 初階的課程 對是初階的 是是是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為什麼別的系統 可能都是從LV1 LV2開始 為什麼AIDA是直接從2開始 那其實AIDA1的話 它分類 是歸類在 體驗的部分 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 他不確定他自己 喜不喜歡自有潛水 或是他不知道自己 會不會害怕這件事情的人 去體驗看看 AIDA2的話就是 課程會比較完整 那會學到一些知識學科 然後還有泳池 就是平靜水域 然後還有開放水域 就是大海的部分 在往上的話 3跟4 其實就是比較偏向進階的 就是大家對自有潛水是真的有興趣的 就想要再往更深的地方走 我覺得就是 會建議就是考 A3 A4 再繼續往上走 這樣 所以其實它就分成 A1 A2 A3 A4 再上去是 教練 教練 就是你現在的位置 對 教練上面是什麼 就是教練長 教練長 教練的教練 那還有再上去嗎 還有最強的那個 教練的教練 教練訓練官 教練訓練官 對就是 專門訓練教練 就教練的教練 對教練 那很強耶 因為我考是A2嘛 那 我在考A2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些 門檻 過課的最低條件 因為過不過課 還是要看 教練 他覺得你O不OK 基本上你有一些 最低條件 是要通過的吧 他給你一個標準 就是你可能 閉氣要 多久的時間 像兩分鐘 A2的標準 就是兩分鐘 兩分鐘 就是你要在 水裡面 憋氣 然後兩分鐘 可能一般人聽到 會覺得好像很困難 但其實 就是在上課過程當中 就是慢慢引導你 去達到這個標準 就是讓你是 舒服的去 通過過課的標準 而不是很勉強 自己去達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自有錢的其實做起來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像我就很愛盯的人 我就一定會逼到 然後被拉起來的那一種 我覺得過課的標準就是 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有沒有 到達那個能力 但到達之後你就會 有自己的一些 自我保護的方法 像包括有學到救援 然後或者是 平淺的距離 就是你會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比如說 像剛剛講到 AIDA2那個平淺 他就是 表定上 你穿著挖鞋 你一口氣 要有40米 然後 靜態閉氣 你要 2分鐘 然後深度的話 你要能下潛到 超過12米 對12到16米 還有一個範圍 就是你 到達這個深度都可以 像A3 他是不是其實只是 A2的Plus 他其實就 就可能 閉氣變成 2分30秒 我平淺可能變成 60米 深度變成 20米這樣子 對 就是他其實 其實 其實是這樣 對他是 慢慢讓你進步 這真的是A2 Plus 對 A2 Plus 然後 A2 Pro 這樣 然後A2 Pro Max 那個時候 我下 下海 大約 那個大概 下海 我下海 我在綠島第一次下海 對 我下海 那時候下大概12米 11 12米吧 那時候我就 用著配重腰帶 然後我就感受到我在海裡面的 一個中性腹力 那個 11 12米就感受到了 無重力的狀態 因為有配重腰帶 所以那個時候 我都不用動 我就是 停在一個地方 我就可以定著 就完全是一個無重力狀態 然後想去哪就去哪 在海裡 就是你會多一個維度的 空間可以活動 我們就會變得跟 鳥一樣 所以就是 在海裡的感覺 會很不一樣 如果有人他自由潛水 他下去了 然後他沒氣了 但他看到遠方 水廢的人游過來了 他那個時候 大概在 14 15米左右 他能不能去 咬著對方的 二級頭 借兩口氣 繼續 自潛 看別人可以呼吸 就看別人 那邊有那個 氣瓶 我快沒氣了 我現在15米 我趕快去 吸兩口 我可以 在水面下 待久一點 大家蠻常問我的問題 但我覺得就是 通常會不建議 因為在自由潛水 我們 是憋著一口氣下去 所以假設這是我的肺 我們會隨著壓力 我們的肺會 就是 慢慢縮小 但這個時候 如果你接受 外來的空氣 像是 水廢的 氣瓶的空氣 一吸 你的肺又膨脹 但這時候你又回到 水面 他就會膨脹更大 所以這時候你的肺 有可能就會 受傷 所以就是 不建議大家這樣 就是這樣 但如果緊急狀況 就是你可能真的被卡在 小瓦塊裡面之類的 就是還是建議 但是吸了之後 你就變成水廢填水源 所以你就 要跟他做完所有 水廢的安全停留的過程 這個 安全停留這件事情 又是一個 數學 要算這個就大家有興趣再去上課 安全停留就是你下潛完之後你要慢慢上升 你不能上升太快 如果在水面下水廢越久 你在那個安全停留區就要停留越久 就你要在那邊 換氣 多換幾次 讓那個壓力回來 然後你才可以 慢慢的 上去 但是如果有緊急狀況 緊急狀況你真的 器材都壞掉 你必須強迫出水面 你可以 黑妝膠袋丟掉 但是可以的話就是 手 高過頭 讓你的手 先出水面 再上來 會相對安全一點 為什麼手先出來會相對安全 為什麼呢 幫你摳號一下 河馬教練 河馬教練 阿死 為什麼呢 那這邊想問一下宇天教練就是 其實治潛 他用看的 看起來他很簡單 我也不用什麼裝備穿脫 我就是一個人下去 那這樣子的話 治潛 這堂教練課 其實他是必須要上 還是我其實 也不用上課 我就跟幾個好朋友 有人看到我就好了 我們就一起去海邊 一起去治潛 其實我覺得 自由潛水這個東西 要不要上課 其實我覺得是 應人而已 自由潛水他畢竟是一項運動 而且他是去海裡 就是我們在從小到大 就是大家灌輸給我們觀念 就是喔 海很危險 你不要靠近 你不要下去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反而會 錯過跟海認識的機會 就是我覺得你反而是 去嘗試 那 去試完之後才知道 他有他的危險性 那我覺得上課過程當中 其實主要不是 學會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是安全 就是你知道你在海裡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 會學到一些 自我救援的技能 或者是 包括是救援別人 一開始我也覺得 嗯 只有錢是這種東西 去海裡玩 為什麼還要上課 上完課才知道 原來以前都在 亂跑 就是 都在危險的邊緣 喔 都在壓線 差一點就要去了 我如果想要學自由潛水 有沒有什麼條件限制 比如說 我可能不會游泳 我可能 有帶隱形眼鏡 或是我 心血管 有一些 疾病 這一種 其實他算是蠻親民的一個運動 國外其實還蠻多人 都可能 四五十歲 就很多像紀錄保持人 他們可能很晚才開始接觸自由潛水 可是 就是他們 其實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隱形眼鏡啊 或是 心血管疾病那種 就是 比較偏向生理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個要看人 我覺得多去練習這件事情 會比較改善一點 會不會游泳跟自由潛水 我其實把它分成兩件事情 當然你會游泳 去潛水 其實反而會 比較適應 因為你 水性好 對你會比較不會緊張 也不害怕 那不會游泳其實 也沒有說 就不能學自由潛水 只是 相對來說 你要克服的東西 會比別人多 就像你可能要克服在水裡緊張的感覺 或者是 踩不到地的感覺 甚至你要去海裡 不能 扶任何東西 要靠自己游的那個感覺 主要是看自己 願不願意踏出那一步 去嘗試這件事情 不過說起來 這樣自由潛水 是不是很像 不用學換氣的游泳 對 對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就是教練我不會游泳 因為我不會換氣 就是大家都會定義 會不會游泳 就是等於會不會換氣 但是 自由潛水 不用換氣 不用換氣 游泳比較偏向 你要可能油快 要有速度 但是 自由潛水他就是 你不需要擠 你就是 穩穩的 然後下潛 然後是很放鬆的 享受在當下的狀態 自由潛水他 雖然就是被叫運動 就是大家可能會誤解 那我是不是 比賽前越緊張越好 就是我 腎上腺素 然後心跳快的上場 對 就是要爆發的感覺 但其實 自由潛水 在比賽之前 或是要下潛之前 你是要讓自己更平靜 就是你要完全是 你要歸習 錄定 所以為什麼很多 自潛高手 他們都去學瑜伽 喔對 這跟瑜伽就 蠻有關係 對 就因為我們在下潛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 會去跟自己的身體 對話那種感覺 雖然講起來有點玄學 但是就是 看看自己 石跟手指頭 有沒有哪一根 馬馬的 對 在過程當中 跟冥想 的感覺很像 所以很多 自由潛水的大神們 都會去學瑜伽 就是因為他需要學到裡面 一些冥想的技巧 而且有一些 深層肌肉的放鬆 對 伸展 柔軟度 活動度越好 你身體就能越放鬆 對不然你 很僵硬的下去 你就 耗氧量就很大 緊繃心跳快 然後耗氧量大 你就下不去 沒錯 通常我們一般人 他下不去的原因有哪些 通常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平壓 那個平壓沒做好印下去 耳朵是會受傷 因為他 像我們那個 耳膜 他可能壓力進來 推推推 很痛 你可能 下來三米了 被推進來痛了 做個平壓推回去 好了 再下 他又推 你要 再推回去 你下潛的過程中 你就要反覆去做 平壓的這個動作 對 所以就是在 這次的平壓這塊 我覺得蠻 重要的 能不能下去就跟平壓有關係 他是一個罩門 耳朵痛到爆了 你沒有辦法下去 就上來了 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就通常說 廢啊 廢 你說很緊繃 我以為你說 很廢 我想說怎麼突然罵 罵人了 廢啊 沒有是廢障的部分 廢啊 廢障 廢障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下不去主要分兩個 就是剛剛講到 可能耳壓平衡 沒有辦法做 所以是生理上的不舒服 那也有另外一個就是 心理上 就是可能會 像剛剛講的害怕 或恐懼 就是會不知道 你要去的那個深度 你沒有去過 你會怕 就是對於你沒有 達到的事情 你一定會害怕 這個我覺得是 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去克服 那像平壓這個東西 其實要花 看人 也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練習 平壓有分 幾種方法 那就是 首先最簡單的 就是大家常用的法是 就是水肺也會用的 大家天生就會了 就是你捏著你的鼻子 然後用力醒鼻涕 你就會感覺到 你的耳朵是有 有吐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會聽到 耳磨咕咕的感覺 對耳磨咕咕的感覺 那自耳潛水 因為在做這件事情 會太用力 所以我們會使用的 一個平壓方法 是法蘭茲 那它 法蘭茲的原理就是 是用嘴巴裡面的空氣 去平衡到 我們中耳的地方 然後去把耳磨這樣推開 其實大家會想說 這兩種平壓 既然都可以用 那我就 選一個自己擅長的 我會法式 我就可以 下去了 但其實這兩個 差很多吧 下去的感覺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畢竟 法式就是一個比較 花力氣的平壓方法 那 在自耳潛水我們就是 能盡量越放鬆越好 所以我們就是相對來說會選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平壓方式 輕鬆 溫和 對讓自己是放鬆的 狀態下 像我自己 如果用法式的話 我會覺得 我整個胸腹 都在用力 擠 收縮 然後就感覺很好養 但我如果用法蘭茲 我感覺就只有 這個地方 一點點 輕輕的推 慢慢的推 慢慢的把它推開 然後 耳朵就不會痛 所以高手不需要學法蘭茲 如果你要下深度的話 你用法式 能下到很深嗎 因為就像剛剛講 被就是在水面會有 下去之後會壓縮 會被水壓壓縮 那 這個時候你要 再去做法式 其實是比較困難 因為他就擠不出來 沒有東西擠了 對他就擠不出來 但因為口腔就是這麼大 所以他下去就還是這麼大 就可以推 對他還是可以推 難易度 但有些人也是天生 他就天生就會法蘭茲 天生就會法蘭茲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 去上課前 我很懊惱 我爬了超多文 我看了超多教法蘭茲的教學影片 我一直試 我就一直 不會 到最後就 問雨天怎麼做 然後他就 稍微示範一下給我看 然後稍微跟我講一下 哪邊哪邊 然後就那天晚上回去 然後我就發現 我原本就會 因為 我去上課前 我練了一個月 然後練不起來 練一個月 對對對 我就想到就練 想到就試 應該說可能 你有做到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方向是對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 練習法蘭茲的話 我覺得 多方嘗試 就是你 你這個點你做不過 你換個方式再去試 再換個方式再去試 你 你一點點感覺 你就趕快抓著那個方向 對 去再用力 試看看 那如同我縮圖提到的這個自由潛水呢 被譽為 世上第二危險的運動 為什麼 有一年就是那個富比斯的雜誌 他就把它評選是世界第二危險的極限運動 有些人是上課當天才聽到他 喔原來是第二 有這麼危險嗎 因為我們剛剛 聊天其實聽起來他是 感覺舒服 溫和 放鬆 為什麼 會被 冠上世界 第二大危險 應該是說他 被列為極限運動的部分 是 比賽的這個部分 就是在競賽的範圍 競技的 對 就是競賽的範圍內 因為你要在 比賽過程當中 你會一直去突破你的極限 當然那是在安全的狀態下 所以大家就會很放心的 去做這件事情 就想說 反正都有人救我 或是都有人看著我 所以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去 突破自己的最大極限 就像 你在深蹲的時候 有人幫你 互槓的話 你就放心的去蹲 對就放心的去蹲 危險的部分 我覺得 他有他的危險性存在 但是 前提是他是 在比賽的範疇內 會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他是因為 比賽的關係 所以被譽為 第二極限的運動 那你覺得他的 危險來自於哪裡 你怎麼可能下太深 深海章魚 鯊魚 深海章 應該是說有一些 身體上的 可能身體上的會受傷 如果你沒有注意好 安全規範的話 你有可能有機會會受傷 那有些受傷可能 或許嚴重 甚至是會到不可膩 因為在海裡 你會遇到什麼事情不知道 你突然冒出一隻 大白鯊 你也不知道 所以 要提倡鯊魚是不咬人的 鯊魚覺得人類很難吃 危險的地方 除了 自己的狀態 還有主要是看環境 對 所以才會那麼危險 但我看過很多人 他是在 比賽當中 他就昏迷了 他就 所謂的BO 游游游游 突然就 斷片了 我那時候看到 嚇傻 我看過一個 他深度 他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 100米 反正他在回來的時候 他到30米的時候 他BO 他還在付福利的時候BO 所以他又繼續往下掉 他又掉到40米什麼的 然後他就 整個 我想說 那個時候他已經 就沒氣了 昏迷其實在陸地上可能就覺得還好 但是因為 他危險就是因為 我們在海下昏迷的狀態 你有可能還是會 嗆到之類的 會有額外的傷害 就像你剛剛講有 付福利啊 然後 我們剛剛講說水裡會有 壓力 鯊魚 水裡會有壓力 水裡會有壓力 所以 變成說你一定要去 做好那個平壓 不然你 其實 像那個選手 他掉下去之後 他就是 很多耳膜 就是要平壓的地方都會受傷 你上次是不是有跟我說過 自己不要隨便亂練壁氣 必出人力 喔 就是在你沒有潛伴的狀態下 你 一定 千萬不要去想要挑戰 一個人去 水中 練習壁氣 自由潛水是很提倡潛伴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 有多一個潛伴 就是你可以 更安全一點點 因為他會 安全很多吧 應該安全很多吧 如果BO的話 看潛伴 看潛伴 就要了解一下潛伴的 能力在哪裡 潛伴是一定要看著你 然後是他有學過自由潛水 他還知道你在幹嘛 在BCE的過程當中就一定有 會缺氧的風險在 所以旁邊有一個人看著你會比較好一點 你可能想說我自己在家裡 用臉盆練 很安全對不對 聽起來很安全 我沒氣了 我沒氣我大不了 嗆到水 最壞我就嗆到水嘛 我如果吸氣吸不到 大不了我站起來 我就可以呼吸啦 有就是 唯BO經驗的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在 BO前 就是你經過那個很想呼吸 呼吸反應很大就 很生動對不對 我那時候在海裡面就是長對樣子 有喔 挺好的 到你呼吸滿意非常大 你非常想要 呼吸 超過那個極限的時候 你就等住了 對 你知道你會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你會發現 你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就你有一種 斷片的感覺 你那時候會覺得 突然平靜下來了 你也沒有呼吸反應了 你什麼都 都靜下來了 你就昏倒了 如果你旁邊沒有人的話 你就會直接昏過去 所以 為什麼 他們有一個 SOP 就是你出水面 如果昏迷的話 你要 吹拍 舔 舔 吹拍舔 吹 吹 拍 叫 吹拍舔 吹拍舔 舔哪裡 我不要跟你當舔班 太危險了 救援的時候吹拍舔 過來 我信了 信了 因為今天在臉盆裡面閉氣 就是你接近極限 就像剛剛講 他就會 就舒服的去了 就也不知道自己 很靠近極限 所以他有可能是 無預解的狀態下 就關機了 所以你可能就 突然就昏倒了 然後 別人可能以為你還在閉氣 他覺得 哇他都憋九分鐘很厲害 對 殊不知他可能已經 就是在裡面昏迷 國外美國 那個海豹部隊 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自己去泳池練習 靜態閉氣 然後就死掉了 對所以後來那個 美軍就是海豹部隊 他們就是 禁止 軍人 自己私下去泳池 練靜態閉氣 結果他們已經禁止這個 這個項目 因為 太危險了 就是死過幾個人 不是叫他們全部都要來學 只有錢 所以 他們好像 都會學 但是 好就算你也是教練好了 你也不會自己一個人 對不對 你不會一個人 練習 水中的靜態閉氣 不會不會 對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過那個靈界點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休眠 又沒有人可以喚醒你 BO的人 你把他喚醒之後 你問他說 你知道你剛BO嗎 其實他們通常 沒什麼記憶對不對 對他會一臉很懵 就看著你 有嗎 聽蠻多描述BO的感覺 就是 他說很像 就像 做一場夢的感覺 你就 突然就睡著了 然後 你醒來就是很像 你睡了一場很久的覺 然後有人就把你叫醒 那種感覺 醒來會 就蛤 就像 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別人想說 怎麼可能 但真的感覺 很奇妙 不要嘗試 不要嘗試 因為我那時候親眼看到一個 我那時候在綠島親眼看到一位男生 他在泳池練習靜態閉氣 他旁邊圍三個人 對 然後也是你認識的那位 對對對 我這樣 蛤 他會看我影片 怎樣 怎樣 你先把他 再看到傳播影片 因為像我自己就親眼看過一個男生 他在泳池 練習 靜態閉氣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旁邊圍三個人 三個人在看他 三個人在看他 然後他 我看他呼吸反應非常大 他在水面上就 然後就狂抖 然後 最後吐泡泡的時候 被旁邊的人扶起來 扶起來的時候他的 眼睛是 就有點像這樣 他這樣 然後就一直要往後倒 然後他旁邊的人就一直扶著他 然後就一直拍他 就拍拍 吹 然後叫他呼吸 然後他沒反應 然後看旁邊拍超大力 然後一直吹 呼呼 然後呼吸 然後一直拍拍拍 然後他醒來 他那一段時間大概 五六秒吧 他旁邊的人就問他說 你知道你剛剛BO嗎 他說他不知道 他說他第一句話是說 有嗎 我不知道 他很鎮定的說我不知道 而且他看起來很正常 BO這件事情是 真的很危險 像我剛剛跟宇天聊那麼多就是自由潛水 他的 比賽啊 跟體驗這方面 那講到比賽 他有哪幾種不同類型的比賽 自由潛水的比賽他目前是分成兩個大方向 就是泳池跟海裡的 那泳池就會比剛剛講的像靜態閉氣 就是 你就是靜止不動然後在水裡憋多久 看誰憋得比較久 另外一個就是叫動態平淺 就是也有人稱為動態閉氣 那你就是閉著一口氣然後就是 游動的距離 就是看你能夠游多遠 就也不管時間 就是游 把那個距離游完 海裡的話就是有分深度的就是 也會依照 不同的工具 像使用雙脯 挖鞋長挖 單脯 或是 只爬繩子的方法 不同 然後下潛方式也不同 深度其實就是比 看誰下的省 對那過程當中你使用的工具就 就看你自己決定 就看你參賽的是哪個項目 對就是你自己要報哪個項目 你就是 因為他每個項目他是分開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全部都比 或者是 挑幾個你擅長的來比 所以其實 比賽就是三大類型 就是靜態閉氣 然後 平淺 跟深度 就是這三個 好啦最後想要問一下 以前就是你 練之前以來 你在海中有沒有 遇過哪些 最美好的事物 就是你看到 哪些就是在陸地上看不到 像我自己在小琉球 就看到最多的其實就是海龜 喔琉球真的好多海龜 對就是超 琉球最多的就是海龜 海龜比野野狗還多 每一隻海龜 就是看起來的感覺都很不一樣 就是有 因為有不同尺寸嘛 就不同年紀大小 然後可以看到 有那種超大隻的 然後又看到那種寶寶海龜 看到海龜 就算每一次看都覺得 因為他什麼時候會出現 你不知道 就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我覺得 看到海龜是 會蠻開心 就覺得好像 他那海裡的小精靈 就是你上課 準備要出去游出海 就看到海龜就覺得 就是 好像很幸運的感覺 好那總之呢 自由潛水就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非常 迷人的一項運動 只要你對他 認識的越多 你就 越可以享受 在海裡面的 時光 那今天呢 也非常感謝 宇天教練來我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想要認識他 或是想要認識 自由潛水多一點的呢 就歡迎去追蹤 他的宇天的IG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這人蓋伊 宇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影片下方留言 Study 小絲 感谢观看